有糖尿病 当有糖尿病的人 当他们喝酒 喝了太多酒的时候 那个酒精会遮盖掉 他们那个低血糖症 所以对他们的生命 是可能会有危险的 一只只一片 大概一片 手掌线只一片 两个茶匙嘛 对不对 我就中间一点 我三个 这样子一片 他会吸收八个茶匙 我们一起猜吗 从最好到最高 承受最高温到承受最低温 承受最高温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适合炸 适合炸 我猜可以吗 为了展现我的智慧 智慧还有专业 我这个节目 不单单只有主持人会智慧的 你看我穿什么你就懂什么东西 Sunflower 可以啦 对不对 我猜是Sunflower Sunflower是最好的 第一次Sunflower 对好的 我猜最高是这个 你们答案不一样 你觉得菜有 然后你觉得 Sunflower OK 我是觉得一般人都会讲说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很好很好 可是我没有看过 人家用olive oil来炸 炸东西了 有没有 但是我很确定 肯定不是牛油 牛油肯定不是 对 肯定 是不是很有智慧 对 勉强一点 有啊 OK 我觉得你可能对 我觉得Sunflower有可能 是吗 而且因为它的颜色最浅 哦 有分的 可能跟颜色有关系 真的吗 最浅的最好 那我们就用颜色好了 最浅的Sunflower 然后接下来就是菜油 然后呢就到比较深的这个olive oil 然后最后butter 答对了一点 又是一点 我四个都答出来了 其实最高呢是这个 承受最高温 各位观众 我是最有智慧的 对 果然是卖鸡公宝的 哦 所以 因为菜油哦它很多是中油 中油它可以承受很高温 所以呢菜油呢会比较适合用来煎炸爆炒 都可以 哦 第二呢其实 对就是这个 肥花汁油 还好我没有差太远 OK 然后真的就是 按照那个次序就是 接下来就是olive oil 然后最后才是butter butter呢它不能承受太高温度 它适合用来烘焙 还有适合清炒 大家都懂了哈 OK 那有一位网友群尿 他就问哈 为什么说完全不吃油也不行 我们身体是真的需要一点油吗 对对对 我们的细胞外层哦 那个细胞膜呢 是需要健康的油脂来维持健康的 所以当我们的细胞膜健康的时候呢 你的皮肤的滋润度也会健康 然后呢你的关节啊 你的脑部啊都会健康 因为脑部也是一个很高脂肪的一个器官 所以健康的油呢 它就比如说是太阳花油啊 或者是这些橄榄油啊 或者是鹅梨啊 或者是坚果还有脂 或者是鱼油 它们都是健康的油 而且健康的油里面呢 它们也是有这个抗氧化剂 特别是维生素E 它是脂溶性的一个营养素 脂溶性的营养素呢 也包括了胡萝卜素啊 或者是那个番茄红素 这些都是脂溶性的 都代表呢 它需要一些脂肪在食物里面 帮助吸收 网友Fair她说就是 每天吃一汤匙的这个椰子油 对健康好 是吗 我以为我还听说过 就是喝一汤匙的这个 这个olive oil也会对健康好 叶子油 olive oil都可以吗 前提呢就是呢 假如是我们一整天的那一个 油的摄取量 都是比较 来的比较少的话呢 对你早上这样子喝的话 就可能会有身体的益处 但是呢 假如是你的饮食 就比如说你的午餐 晚餐 都没有吃得比较少油的一些食物 所以你早上又喝多一汤匙那个油 其实是有那个风险的 就是它会导致你的 摄取的油不平衡 或者导致你的能量 摄取的能量超飙 所以我会说 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做法 我是有听说过啊 就是每天用椰子油来漱口 然后再把它吐出来 有排毒的功效 这个我就觉得 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啦 还好我没有相信 你看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相信的 像你看我们的食物啊 这么多种种类 也不是每一种 都是最健康最美味的 那有些呢 可能真的要在经过一般的取舍之后 才能够找出比较好的 像你看我们桌上 也是很多不同种类的 有炸的啦烤的啦 是 你看啊我们这些都是 很多新加坡的年轻人啊 很爱吃的 有没有哪一种你觉得 是稍微比较健康一点的 没有说哪一个是比较健康啦 但是我会说 我们如何来享用这种美食 才是那个关键 比如说炸鸡我们是可以吃 但是你每一天都吃 那就变成不健康咯 跟你一个月吃一次 然后呢你也控制那个分量 然后呢你平时也有照顾你饮食的话 那炸鸡也可以成为一个 均衡饮食的一部分 均衡就代表我们也需要一些 让我们开心的那些食物啦 来据衡一下 所以我会说任何食物都可以吃 是我们如何吃 还有我们吃得多频密 适可而止啦 每一样东西对不对 可是你没有听人家讲过 可能你在选择的时候 像你要炸鸡还是烤鸡啊 人家会讲说烤鸡比较健康 烤鸡比较健康 对对对对对 因为烤跟炸 炸起来应该会比较多油 对那个油会比较少一些 Ben呢这个网友他就问说 炸鸡炸薯条 完全没有营养吗 应该还是有吧 还是会有一些 一些营养成分 为什么你会讲 他很勉强 对为什么呢 是因为炸过之后 他就会破坏掉了吗 对对对 我会说特别是薯条吧 因为他是没有皮的那一个土豆嘛 然后然后他又经过高温来烹煮 所以他的营养素其实已经是 几乎是没有了 所以就说土豆马铃薯的 那个营养成分 都是在他的皮 对他的皮会有很多层 但当然那个炸鸡的话 他还会有那个蛋白质在里面 但是那个营养素呢可能就会比 就会少了 OKOK现在了解 还有Felicia她就问她说 好的橄榄油需要存放在冰箱吗 假如是橄榄油呢 因为它本身是有很多天然的那一个抗氧化剂 特别是维生素E 所以呢当我们把它放进冰厨里面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保持那个新鲜度啦 所以是可以的 还有一些网友的问题也进来 要帮忙问一下 对对对 那因为可能刚才听到我们就是说 这个深喝这个橄榄油 是要怎么样选 好像我刚刚所说啦 只要喝油的话呢我个人是不是很建议 因为一整天所累积下来的油 就会可能超标 但假如是真的是要喝深喝油的话 那我会选择这个 这个特 这个Extra Virgin Olive Oil 所以一定要有Extra那个字的啦 对 好 介绍这个问题呢 我这个营养师 你一定要好好地跟我回答 好 这个问题是Florence要问的 可是我也很想问 听说啊 这个综医相信吃猪油对身体很好 为什么是真的好吗 那要由综医师解答 哦 对好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我就是很爱吃猪油渣 你Please跟我讲 吃猪油渣是对我好的 在我们的这个中药词典里面 是有记载的这个猪油 那么其实猪油的这个营养是很高的 那么当然对于现代人来讲呢 就也大家都为了这个健康啊 胆固醇啊 就已经舍弃这个猪油 那么也现在来讲 对于那些如果身体虚弱的人 吃一点猪油渣是很好 那么甚至于说 你大病过后呢 你用那个猪油来烹煮 它是比较香 那么对于这个肠胃的吸收啊 还有对于这个美味啊 会比较激发这个病人的胃口 这个猪油呢 如果你适量的 少量的去摄取 它可以滑立我们的血管 那么同时呢 它也可以滑我们的大肠 所以对于那些便秘的人呢 其实是很好的 不是只是指猪油障碍 就是你也可以买那个猪油 砸出那个油以后 那个油来烹煮 那也可以的 就是用猪油来炒菜 对 当然这个是偶尔 适量的用是OK的 那说到炒菜 我有多一个东西 一道菜是很喜欢吃的 那种炒冬坡肉之类的 因为我刚好看到一位网友 Tommy他问 如果我们吃这个冬坡肉的话呢 它是肥肉嘛 我们也知道 会不会不健康 我觉得 你跟我讲 吃可儿子 还是可以吃的 因为我老婆在看节目 不然他会stop我 不要给我吃了 今天医师真的很为难 要为了要迎合我们的这个口味 我们要请文海的太太注意听了 这个答案呢 其实就跟我们的营养师说的是一样 很多东西你适量的摄取 什么食物它都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所以比如说 你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 吃每一次 我觉得那根本是可以接受的 没有没有叫你一年吃一次 你就偷笑了 那有位网友宣他也问说 吃炸鸡他很胖 他可不可以喝乌龙茶来刮油 哇塞 有重视吗 就是你喝了乌龙茶 你就马上不会变胖吗 这个是没有根据的 只是说如果你喝了一些炸鸡 或者吃了一些比较油腻的东西 你喝乌龙茶 它可以消所谓的脏气 所以就是挨气这样子 脏着你的脾胃 所以呢如果你比如说 刚才我们讲了 你吃火锅也好 或者你吃那个炸鸡也好 你吃一点这个农茶 热的是有一定的那个帮助 明白 但是你不要以为喝了这个农茶 你就不发胖 那是不正确的 你看我们年轻人都比较喜欢喝冷的嘛 对不对 不一定 不一定 不是年轻人 对不对 对 年轻人就是知道的 都要喝冰冷的 我是年轻人 但是我习惯喝温水 OK 我听说过 不知道正不正确 所以我要问 是不是热天要喝热水 冷天要喝冷水 当然是要喝冷的来就是解热嘛 然后冷天就喝热的来调一下它的那个体温嘛 是有一些是对的 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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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味道我一路来不喜欢 可是如果我为了身体好 我是可以接受喝的 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喝 天啊 天啊 千交代万主妇 你一定要喝的 看Y不健康帮你找回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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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